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马上就要过农历的新年了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几款新年的特色小吃 第一个就是蜜汁肉干 这个肉干的做法非常简单 用搅好的猪肉馅做就可以 但是我建议自己买这种去骨的猪尖肉 或者有的超市打折的整块的猪腿肉 如果不嫌麻烦的话自己剃下肉也可以 片下的肉切成两个手指处就可以 先将肉泡水放一小时 这样搅出来的肉馅就会减少一些血水的味道 然后沥浸水分 将肉条一块块的放入绞肉机中慢慢的搅 自己搅的比外面的要少很多肥油 烤好的肉馅取900克 依次加入途中所适的这些调料 酱青酱油还有料酒 特别是鱼露 是让这个肉干有特色风味 必不可少的调料 这里的糖的分量我自己觉得足够了 如果你喜欢甜的可以再多加一点 红椒粉和曲米粉都是上色用的 如果喜欢吃辣可以放辣椒粉 我建议用电动搅拌器把肉馅再打上筋 这样就可以了 半个柠檬皮 让这个肉的血水味道彻底的出去 而且也可以替代香油 然后再拌入一小勺的芝麻 我们静置半个小时以上 在案板上铺上一张和烤盘一样大的烘培纸 然后取一半的肉馅盖上保鲜膜 用手轻轻压开 或者用刮板稍稍铺开一下 然后用擀面杖慢慢的擀开 要注意的就是擀面杖 一定要隔着保鲜膜擀这个肉馅 擀成35×50厘米左右的长方形 厚度大约1.5毫米这样 擀好后再用刮板 在周围整一下形 然后连同烤盘纸一起移到烤盘上 烤箱预热350度 将烤盘放入烤箱中层 用烤肉档烤12分钟 利用这个时候将剩余一半的肉馅 也擀成长方形 有点出水 水的话反正是水一倒掉 12分钟以后 将肉干先取出来 刷上蜂蜜 然后再撒上芝麻和黑胡椒 放回烤箱继续再烤6-8分钟 然后取出来 将其翻面 同样刷上蜂蜜 撒上白芝麻和黑胡椒 再放入烤箱中 最后再烤8分钟 色香味俱全的蜜汁肉干就做好了 将4米修整一下 然后我们将肉干切成小方块 这样在过年的时候 招待客人就比较好看 太好吃了 所以切下来的这些边角废料 也都进了自己的肚子 我是切成4厘米见方的小方块 这样吃的时候比较方便 当然喜欢大口吃肉的 也可以切成大片 就是在擀肉馅的时候 尽量的擀的薄一点 这样的话 这个肉干的成品 绝对不属于外面买的 而且自己做的肉干软硬适中 甜度也可以自己掌控 真的是太好吃了 第二个给大家介绍的是 好吃到甜手指的麻辣牛肉干 这个的用料也很简单 需要用到这样的牛里脊肉 2000克 Costco的牛里脊肉质量好 但是价格比较贵 大家还可以看一下 其他超市有没有折扣 先将牛里脊肉 切成全头大小的小方块 然后冷水下锅 将这些牛肉都放入锅中煮开 煮大约五分钟左右 用一个竹签子插入牛肉中 如果没有血水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准备酱油一碗料酒半碗 一块姜三根葱 将焯好水的牛肉 切成十指宽度大小的长条 将葱姜料酒拌入牛肉条中 一起腌制大约两到三个小时 最好是隔夜腌制 腌制久一点可以更好的让腌料进入到牛肉中 如果来不及 两三个小时也是可以的 炒之前准备途中所示的这些炒料 锅中放入200克的菜籽油 油烧热后将腌好的牛肉倒入 剪出葱和姜 先开大火炒10分钟 然后加入50克的辣椒粉和50克的花椒面 转中小火继续翻炒 翻炒大约20分钟后 基本汤汁收的差不多了 这时候加入芝麻和糖 再一起翻炒均匀 加入糖和芝麻之后 一定要注意好火候 千万不要开大火 将牛肉干炒糊了 去中小火不停的翻炒 让牛肉干慢慢的吸收这些佐料的味道 再这样炒15分钟左右 基本就可以了 关火前可以看汤汁的情况 把火调大一点收一下汁 将牛肉炒至自己喜欢的硬度就可以 自己做的牛肉干 要比外面买的好吃太多了 过年的时候赶紧做一道来试试吧 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道甜品绿茶雪花酥 这个的做法就更简单了 只需要这种中号的棉花糖250克 奶粉150克 我这个是Costco买的托纸奶粉 也可以用全纸奶粉 这个牌子的奶粉特点是特别的香醇 除了适合用来葱条牛奶以外 特别适合作为烘焙的食材 然后再准备苏打饼干 红枣果仁各50克 这里面的果仁可以用各种果干来代替 红枣最好先去一下壳 这个去枣盒的利器在亚马逊上有售卖 我会把连接放在说明栏内 这次我做的抹茶口味需要抹茶粉10克 我推举这款抹茶粉 它的颜色非常的纯正 倒也极佳 也在亚马逊上有售卖 将抹茶粉拌入奶粉中 再准备50克的无盐黄油 不粘锅开中火 放入黄油 将黄油完全的融化 然后放入棉花糖 转小火不停的翻炒 将棉花糖完全的融化在黄油中 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棉花糖特别容易糊底 所以要不停的翻炒 一定要小火翻炒 搅拌至完全融化后就可以关火 将奶粉倒入 稍稍翻拌一下 就可以加入其他的干料 如果喜欢酥碎的 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加一点饼干 一边加干料的时候就一边翻拌 让干料能够分布的均匀一些 翻拌均匀后就可以盛出 在一个方形的烤盘上 先铺上烤盘纸 倒入炒好的雪花酥 借助刮板将其整形 千万不要徒手去整形 刚刚出锅的雪花酥非常的粘手 可以戴上手套 将四面都按平整 然后再混合20克的奶粉和抹茶粉均匀的撒在上面 等雪花酥完全冷凉后 再用刀切开 切的时候要找一把比较锋利的刀 按照自己喜爱的大小切块 切好后看一下这个雪花酥的横切面 看看这些果仁和饼干 饼干镶嵌在雪花酥中 咬一口满口溜香 自己做的过年小吃实在是太惬意了 好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恭祝大家虎年吉祥 开心幸福快乐每一年